騎士深夜騎車要回家 路口左轉沒多久 後方盡低聲大作 你是白牌的嘛 不是黃牌的 你那邊要對轉耶 警車直接攔住去路 騎士只好靠邊停車 經過一番交涉 原來全是為了他 騎士整個彎立刻吃罰單 開的款項 還是位移規定兩段式左轉 這一刻騎士火大了 警察下來就跟我說 你不知道剛剛那邊要對轉嗎 然後我說 那邊帶轉不是拆掉了嗎 不是不用帶轉嗎 然後還說 沒有耶 那邊還是要帶轉 開單地點就在北市 中上的東路六段和東興街口 實際一看 路口確實壞有帶轉格 但魔鬼藏在細節裡 隨時回到事發現場 抬頭一看 確實沒有帶轉告示牌 代表機車組可以直接左轉 但是民眾真的知道嗎 你知道這個路口 現在是不用帶轉的嗎 不知道 現在不知道 什麼時候的事 民眾捕傻傻乾脆繼續乖乖待轉 但事實上這個路口 早在今年六月三十號 就已經取消強制待轉 警方還民敵追逐機車騎士 這實在也非常容易發生危險 為何一個措施 開放勉強制待轉 已經實施四個月了 警方還會搞不清楚 執法的標準 這實在非常不應該 警方澄清事後已經主動撤銷罰單 也會針對員警加強訓練 免對展利益良善 但路口沒有任何提醒告示 不只機車族不曉得 這回救人員警 也開出烏龍罰單 相關單位維護路權落實 恐怕得先做到烏龍罰單 沒有下一次 三星和孟哲有桃